尽快通知下去 是 是 海老 萧嫣 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怎 怎么了 只是想到了三年前 我萧嫣不会知人不罢 当年你和海老舍命相救 此情定会百倍偿还 雅妃姐 你的任何要求 只要我能够办到 就算你要当女皇 我也定会鼎力相助 姐姐对女皇可没兴趣 倒是这次会谈 帝国几大势力都会到场 你可要小心应对 小爷 小颜 这位是 一个朋友 你教她彩玲便好 原来你就是彩玲小姐 果然貌昧非凡 难怪会在萧嫣弟弟身边 雅妃姐 今日怎么有点奇怪 正是不笨 在这里啰嗦什么 我 雅妃 今天家族所有的拍卖场 将再度开启 这事还需你去盯着呀 小家伙 这次的商谈 可别意气用事 能拉拢一个帮手 就算一个 如今你身上 可不仅仅挂着萧家的命运 别忘了 你还欠姐姐一个承诺 你们先忙 我这里一有云蓝宗的消息 便会立刻通知你们 辛苦要非几了 我们走吧 炼药师工会 你自己去吧 这女人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不是说好了去炼药师工会吗 女人都喜欢吃醋 走吧 去见见那些老熟人 嗯 这两日不见你人影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没拿到复魂丹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还想杀我吗 我难道不该杀你 那是 等约定的时间一到 我就会给你炼制复魂丹 到时候究竟吃不吃 也全看你自己 吃了后 吞天蟒的灵魂 就再也不会影响到我 届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真是这样吗 你对我下不了杀手 真是因为吞天蟒灵魂的缘故 我可不信堂堂美杜莎女王 会被小小吞天蟒的灵魂 影响到这种地步 小言 难道你还以为 本王对你有别的感情 不敢 这次决战 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稍有不慎 可能就死在云山手里了 到时候 你或许用不着 富魂丹就解脱了 你若真的死于云山之手 我会感谢他 生死成败 各安天命吧 你不要快要快要快 れ将尽快没闪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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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帝比别慌 是我 小飞姐 这些都是海老的人 可能你还不清楚 他老人家年轻时的身份 这是魔兽山脉的地图 你可以借助他离开加玛帝国 从这里往南走 森林的尽头 就是加玛帝国的边境 只要出了这里 云兰宗再想要抓你 就困难许多了 小元非常清楚 你与海老这般举动 会给米特尔家族 造成多大的麻烦 姐姐相信你 日后再见时 你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一点 三年前我便相信 雅妃姐 我小元不是 治恩不报的畜生 你与海老今日之情 我小元至死难忘 好 西青 羽妃姐 告辞 本我也想嗨老鼠一声 谢了 小家伙 姐姐等着你回来 三年前我便知道 这小小的加玛帝国留不住了 以你的天赋 那辽阔的大陆 方才是你展现实力的舞台 我相信 带你回来之日 即使是云兰宗 也只能在你的脚下 匍匐颤抖